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文同学 大家好 股票市场要如何赚钱 这是关键的操作 那张老师给大家提供 实战的 实际的操作的一些观念 一些正确的观念 股票市场如何赚钱 同学 重压 重压 重压主流 你重压主流标股 你才能掌握到大波段 甚至倍数的获利 你才能反败为胜 才能把赔的通通赚回来 那一般投资人股票买了一大堆 有用吗 有用吗 你买的都是好股票 会赚钱吗 我想今年投资人很多人付出很惨痛的这个代价 就是因为你不懂的什么是主流 你只有重压主流标股 你才能掌握到倍数的获利 你才有机会一百万变两百万 你才有机会两百万变四百万 熊同学 你告诉我 今年有没有赚一倍的机会 同学 你好好想一想 你说张老师 怎么可能呢 台股从年初一万八千六 一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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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上个礼拜 跌到一万两千六 今年以来台股整整崩了六千点嘛 你说张老师 今年怎么赚一倍呢 有没有赚一倍 熊同学 在每一个反弹的机会 你只要买对主流 台股跌到六月份的时候 当时还在这里 六月份的时候还在这个地方 还在一万六千八百点 当时我跟全国同学讲什么 重压元宇宙威胜嘛 你好好看一看 六月份跌下来一个反弹 这有一千五百点的一个反弹的行情 但是这一千五百点 你买对主流 你轻轻松松的四百万变九百万嘛 但这个反弹的行情 这个反弹的机会 你不懂得操作 你不懂得重压主流 你不懂得买威胜 同学好好想一想 当时六月份还在一万六千多点 很多老师还在跟你什么 还在莲勇 还在莲勇 六月份 六月份莲勇还在四百 今天呢 两百 所以六月份你还在那边 《死报活报》 《死报》《活报》《联勇》四百万 四百万剩两百万嘛 六月份很多老师还在死报 《活报》《南电》 当时《南电》也在四百啊 四百万杀到剩一百多万 六月份 六月份很多老师还在那边创尾 两百啊 六月份还在两百啊 跌到七十多块 两百万剩七十多万 你四百万剩一百五十万呢 但你六月份当时听张老师的话 重压把资金通通锁定主流元宇宙 六月份 对不对 当时很多人找我有联勇 很多人联勇买到五百多块的 六月份跌到四百多 十张赔一百万 我说没关系 你把十张四百万 任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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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张四百万 你把它通通转进威胜 来你告诉我 威胜六月初四十多块 六月初联勇四百多块 你把四百多万的联勇 任赔卖出 通通转进威胜 四百万的联勇 转进四百万的威胜 结果威胜四百万变成多少 九百万嘛 但是如果你还是死报活报联勇 四百万剩两百万 所以你看一个专一个专业的动作 一个锁定主流的观念 你在六月份 你相信张老师跟着大屋筹码操作 你可以很轻松的把你的四百万联勇 居然变成九百万 没错吧 四百万可以变九百万 但是你如果还是死报活报 死报活报 四百万变成两百万 所以我就要告诉你很重要的观念 赚钱的机会不是没有 只是你不知道怎么做 机会来的你不知道把握 所以六月份当时我为什么苦口婆心 全国媒体公开呼吁 重压威胜 你一定要买威胜 结果威胜 是不是让你四百万变九百万呢 同学 是不是啊 你赔的都回来了嘛 那你四百万的联勇 张老师啊我赔一百块啊 哇我赔一百万我舍不得卖 好你舍不得卖 大盘不会因为你舍不得卖 就会涨 你四百万舍不得卖 不客气 四百万你舍不得卖是吧 剩两百万 看你舍不舍不得卖 所以趋势是很残酷的嘛 不会涨的股票它就是不会涨 所以六月份当时我公开呼吁 赶快不管你有什么多少资金套牢的持股 你赶快把资金通通转到威胜 只有靠威胜 只有靠转机主流标股 才能帮你反败威胜嘛 所以帮你赚钱的是威胜嘛 不是张老师嘛 我不可能帮你变钱嘛 但是我能从筹码结构 我能很清楚的 张老师四十年来专业嘛 我能很清楚的告诉你 谁会帮你反败为胜 谁会让你赚大钱嘛 博乐要是千里马嘛 对不对 有千里马博乐才有用啊 今天没有千里马 那博乐也没用啊 所以你股票你不去锁定千里马 你还在报的那个婆脚马 掰咖马 那没有用啊 所以六月份 你还在那边死报活报联勇 这就是婆脚马嘛 四百万剩两百万嘛 六月份你还在那边报南电 四百万剩一百多万嘛 越赔越惨嘛 但六月份你听张老师的建议 把资金转进威胜 结果四百万居然创造九百万的 这样的一个大波段倍数的行情 来到九十多块我公开讲 把握卖嘛 够了嘛 你赚一倍了嘛 你看现在跌回六十块了啊 就这么简单 那错过威胜的跟大家报告 八月份送你金星科啊 你看看 金星科 八月份 两百多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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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份金星科两百多块 你看 六月份以来 六月份以来台股发生什么事啊 八月份了 八月份以来台股呢 哇 又崩了快三千点了 又崩了两三千点了 但六月份你锁定主流标股 你看看金星科 两百万是不是变四百多万了同学 来到四百多块把握获利 所以上礼拜又跌回三百块附近 跟你讲拉回再买嘛 来回操作嘛 所以张老师这个地方跟大家讲的 这都是实战的操作 我说我节目我不是跟你讲废话的 我是告诉你要赶快买什么 资金去锁定重压你才会反败为胜 你六月份听张老师的话 重压为胜四百万是不是变九百万呢 就这么简单啊 两百万是不是变五百万呢 对吧两百万变四百多万呢 四百万变九百万呢 你是不是赚一倍呢 你是不是锁定主流 你才能把赔的赚回来呢 你如果不肯 对不对 我的莲勇舍不得卖哦 舍不得卖四百万剩两百万 我的南店舍不得卖哦 四百万剩一百多万 哎呀我的创为舍不得卖哦 两百万剩七八十万 一定要动作 一定要调整持股 因为你不懂得主流 但当主流出现的时候 张老师会第一时间带你去中央 这是你反败为胜 帮自己对不对 创造倍数获利的机会 你要行动 舍不得卖舍不得卖 那你继续套牢 所以六月份送给大家威胜 是不是大涨一倍 逢高把握获利 接下来金星科 两百多块 把握把握把握 是不是两百多万变四百多万 一样逢高把握获利 就这么简单嘛 我一再讲了 大乌筹码泄漏天机啊同学 你不懂筹码 你凭什么赚钱呢 筹码转空是 股价是要一路的向下 大跌破底嘛 筹码转多 股价才会大涨啊 所以一般投资人最可怜 就是筹码都看不懂嘛 筹码转多 看不懂拼命放空 筹码转空 一路做多 今天不要说投资人看不懂了 我跟你讲 你不懂筹码多空 你的宿命 你的下场就是产套产培 今天不要说投资人你看不懂 我可以跟你讲 台面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这些财经专家 股市专家 通通不懂筹码 我讲这个话 你说张老师 你有什么证据 很简单嘛 今年年初的时候 台股涨到一万八千多点 你自己摸摸良心 全中央民国 你当时打开 百分之九十九的财经股市专家 都跟你讲什么 上看两万嘛 那他们为什么跟你讲 上看两万呢 看涨喊涨嘛 不懂筹码嘛 来到一万八就跟你讲 上看两万 当时台积电 来到六百多 就跟你讲上看一千 当时你自己摸摸良心 YouTube都有重播 你去看 台面上所有专家 不管是国内国外 内资外资法人 通通跟你喊台股上看一千 通通跟你喊台股上看两万 他们为什么会错得这么离谱呢 就这么简单 证明他们不懂筹码 你懂筹码的话 你看看张老师年初在一万八千三百点 我当时在非凡全国连线 二月十一号 是不是二月初 当时加权指数在一万八千三 我公开公开呼吁科技股筹码筹码筹码 转什么 转空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讲过筹码转空 股价是要崩盘破底嘛 所以我年初是不是呼吁全国同学 电子股你全部给我卖光光 我管你什么台积电 联发科 环球基因 南电 联酉 你赶快逃命嘛 因为懂筹码就知道要崩盘嘛 要崩盘了嘛 你看你的老师还在一路做多 所以你看看你跟到这种不懂筹码老师 会害死你 我跟你讲 今年电子股多少 打三折两折的一大堆 一百万剩二三十万很可怜 好 恭喜全国同学 一万八千三百点 我们呼吁电子股筹码转空向下破底 你给我全部卖光嘛 对不对 上礼拜杀到一万两千六百点 是不是整整崩了快六千点了 那上礼拜跌到一万两千六百点 开始我看到很多专家 开始告诉你要谨慎 要保守 要小心 这不是很可笑吗 一万八千多点拼命叫你做多 跌到一万两千多点 告诉你小心保守 你这样子凭什么赚钱呢 是不是 那你年初听张老师的话 一万八千多股票卖光光 电子股卖光光 上礼拜破底跌到一万两千六百多点 我们是满心欢喜嘛 为什么 遍地黄金 遍地减便宜啊 对不对 所以上礼拜跌到一万两千六百多点 我们只送你一句话 台股破底了 你要很开心嘛 是不是 一万八千多叫你股票逃命卖光光 跌到一万两千六百多点 你要恭喜你了嘛 赚钱的机会来了嘛 好 问题是买什么 很重点 我讲过这次的反弹 关系到你能不能反败为胜 你像六月份 你听我话买到威胜 你四百万变九百万 四十万变九十万 你赔多少通通赚回来 所以这一次的反弹 你要锁定主流 这次的反弹 反而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涨 我跟你讲得很清楚 你要锁定最强的千里码嘛 那你看不懂 张老师看得懂啊 是不是啊 我叫你锁定嘛 那像金星科的话 我们从八月份两百多 是不是变四百多万 大涨一百多块 逢高获利 上礼拜拉回大跌 跟你讲破底拉回再买嘛 上礼拜跌到三百多块 三百一十多块 你看今天 是不是再度上工 再度上工 你看看金星科 第一趟一百六十多块 第二趟拉回 还是做多 今天又早上强弹三十块 两趟已经快两百块了嘛 是不是啊 好 再来最重要的 未来这一波的反弹 谁会大涨 就像六月份 谁会大涨 六月份 你只有买威胜 才能涨一倍 其他你通通赔钱 我给你讲 几乎都赔钱 还惨赔 腰斩 好 这次谁会大涨 我跟你讲得很清楚 就是他 我有给你盖牌吗 我有给你遮遮掩掩吗 我有每天跟你变不同的股票吗 对不对 我有没有给你今天生计股 明天要化工股啊 每天乱搞呢 没有嘛 上礼拜杀下来 我就跟你讲了嘛 你要把握谁 对不对 前两个礼拜 南电跌到一百七十多块 前两个同学 啊 我从年初六百多块 一路警告你嘛 筹码转空破底 转空破底 转空破底 上礼拜跌到一百七十多块 我只告诉你一句话 你要赚大钱 你就把握啊 机会来了 我不跟你谈什么指数涨跌 不要讲那个了 讲那个干什么呢 你要把握会大涨的股票嘛 上礼拜跟你讲的 南电这档股票 对不对 他九月的营收居然在创新高 最重要的全年EPS上看三十块 再来最重要一点 这一次中美的这个晶片的 美国对中国大陆晶片全面的掌控 全面的管制 全面的打压 但是根据最新的研究报告 在所有的半导体美国全面的打压掌控之下 但是对ABF的载板的影响微乎其微 很小 只有零点几个percent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今年多少产业多少科技股 营收一路的衰退 是不是 像联勇衰退的很厉害 很多营收衰退 三成四成五成的一大堆 所以股价腰斩再腰斩 但是南电它九月的营收也好 第三季的营收也好 通通创新高 而且今年的获利要上看三十块 那从六百多块 当时EPS是三十块 本益比是高达二十多倍 上周杀到一百七十多块 本益比只剩六倍了 所以这样的股票 它具有强大的反弹的空间 你好好的把握 是不是 张老师有没有跟你 每天东倒西歪 变来变去 半个月前就是告诉你 把握南电的反弹行情 对不对 十月十四号 是不是 第一支涨停也不过 还在一百多块 一百多块 一百多块 同学 今天呢 请你告诉我 是不是你好好看一看 所以为什么我从两个礼拜前跟你讲 你要赚大钱就把握南电的反弹 你看今天大盘 你先看看今天大盘 对不对 今天加权指数最后呢 小涨三十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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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看一下台一店 台一店 台一店来来来来来 哇 今天没有涨 还下跌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两个礼拜前 张老师跟你讲 你要赚大钱 就要把资金锁定到南电 来 今天南电 大家自己看一下 一早 212 差两块钱又要强攻第二支涨停了 啊 同学 对 是不是 所以买股票有学问的嘛 为什么从前两个礼拜跟你讲 一百七十多块南电 一百多块南电 你赶快把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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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高点212 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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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又要强攻第二支涨停 对不对 差两块要涨停 这大家在见证嘛 南电是不是涨了三十多块 十张是不是三十多万 三十张不就快一百万了吗 同学 你一定要懂得重压主流嘛 所以这一波南电到底要涨到哪里 南电会涨到哪里 为什么张老师这两个礼拜苦口婆心 我就告诉你 你把握南电的反弹 我拐你手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 十几档 二十档股票套牢的电子股 你通通转进南电就好了嘛 今天有让你失望吗 从一百多 一百九 212 十张三十万 二十张六十万 三十张快一百万呢同学 南电要涨到哪 反攻A计划 所以张老师为什么苦口婆心 上礼拜破底告诉你 一定要把握这一次的反弹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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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中持股 锁定到最强的股票 今年错过威胜大涨一倍 金星科大涨了快两百块了同学 再度见证南电到今天 又大涨了三十多块 未来社会大涨大无筹码 都已帮你锁定好了 都已帮你锁定好了 手中套牢持股 请你务必来电锁定 未来最强劲大涨的股票 反攻A计划 带你锁定年底最强劲大波段 反弹行进的股票 该怎么操作 不知道怎么操作 不会操作 赶快立刻拨电话进来 把握这一波反弹 A计划 掌握大波段最强劲的反弹 张老师带你锁定 拨电话进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曾荣誉 非凡商业台 全球公关店 提供您理财新事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勒足台湾 放眼世界 好 恭喜全国投资人 年初一万八千三 我们公开讲了 电子股筹码转空 一定要杀光卖光 因为电子股会重做破底 结果有没有完全命中 上礼拜整整崩了快要六千点了 上礼拜跌到一万两千六百点 跟你讲不要怕了 这里要把握把握把握 强劲的反弹的行情 大减便宜 问题是买什么 你一定要锁定未来 最具大涨条件的主流标股 你才会反败为生 了解吧 所以不管你手上套牢什么持股 从两个礼拜前跟你讲 把握把握 这一波请你务必把握 南电嘛 是不是 股票不要多 一挡就够了嘛 买了一大堆没有用 我跟你讲 不是主流不会动嘛 所以六月份你听我的话 重压威胜 你赔得早就回来了嘛 是不是啊 40涨到90 有什么问题呢 你六月份你不肯动 不肯变 不肯调整 很多股票继续腰斩 像连勇400 再打到200 创为200 跌到七八十 很可怜 好不好 好 所以这一波一定要把握南电的反弹的空间嘛 我讲过它不论基本面 筹码面 基本面 EPS各方面 已经酝酿一个跌升反弹 大波段的行情 所以两个礼拜前一百多块 务必把握这是你的机会嘛 兄弟同学 10月14号 第一支涨停也还在一百多啊 同学还在一百多啊 财神爷送钱来的 你还不好把握 手上不管你套牢什么持股 该怎么处理 该怎么调整 对不对 两个礼拜前很多同学 手上来找我 很多投资人 套牢十档二十档 我说你不要啰嗦 全部卖掉掉去重压嘛 赶快锁定最有反弹行情空间的股票嘛 所以你看从南电 对不对 一百九十多 今天全国同学 两百一十多块了嘛 是不是这两个礼拜你去转进南电 十张是不是三十万呢 二十张不就六十万了嘛 三十张不就快一百万了嘛 了解吗 这个操作观念很重要 一定要把资金调整转进重压 未来最具标涨条件的股票 你才能把握反败为胜倍速获利嘛 好不好 所以南电这一波 到底到底南电反弹目标价会涨到哪里 你看不懂 赶快来找张老师 反攻A计划 所以两个礼拜前已经呼吁了 你一定要把握这一次的反弹 调整手中的持股 锁定未来最具强劲反弹的股票 今年错过威慎大涨一倍 错过金星科涨了快两百块的同学 是不是南电两个礼拜又让你见证 涨了三十多块了嘛 南电会涨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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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攻A计划 帮助全国同学 把资金锁定集中到这一波 反弹最强劲的主标股 你自然而然可以轻轻松松反败为胜 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赶快拨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的反攻A计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